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是经过时的匆匆一瞥 也许是失落时的惨然一笑 你也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 它突然就出现在你的心里 缘分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慢慢生出了彼此靠近的想法 它不是人群中最显眼的 却是你眼中最珍贵的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你站在他的身旁 就从不羡慕任何人 梁池秋写过 你走 我不送你 你来 无论多大风 多大雨 我都要去接你 也许对待缘分 我们也该用一种淡然的态度 因为缘分总是让人捉摸不定 它能让两个人彼此靠近 也能让两个人彼此疏远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出现在刚好的时间节点里 不管那个遇见的人 是不是能够陪你一路走到底 他的存在 对我们而言 都是有意义的 有一句话说 我想要认识你 哪怕只有短暂的一秒 我也觉得 在这一秒里 我们已经度过了长长的一生 能够说出这句话的人 一定特别幸福 因为他遇到了那个 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可是 说出这句话的人 内心也一定是很孤独的 因为这种幸福 他只能去想一想 人生就是这样 聚有时 散有时 我们不该想的太多 只要在缘分到来的时候 好好珍惜 就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